美玲老师 什么姓名笔画的男人 要从他身上拿钱 登天很久 一些姓名笔画的男人 要在他身上拿钱很难拿的 我们来看 当他的地格有14话 15话 23话 24话 你有 我有 地格24话是不是 对 我有 因为地格就代表我们酷 酷就代表说我们在理财概念 比较有酷的人 他其实他对钱比较会有概念 比如说你跟我讲买房子 有的人买房子是看着大家 现在房子在涨了 他就有要跟着买 但是你会评估说 那这个房子现在好 现在在高点 那他有没有未来性 还有没有增值性 你会去判断 还有就是说现在股票 现在不是每一个人都在玩股票 你就会觉得说 你会去判断他 他玩的是什么样的股票 如果是比较投机型的 你就会觉得说 这个钱还是不能给你 所以当有这些比划的人 其实他本身对理财概念 对很多的事情 他都本身就比较会亲力亲为 所以在座的三位 做什么事情都会亲力亲为 真的 你看我食物你知道吗 老师现在讲话很小心 我也是啊 那个我女儿跟我讲说 妈妈你可以赞助我一下吗 我说赞助多少钱 一千块 我说我不是才刚给你六千块的零用钱 这个月还没有到月底 他说他就要跟我讲得很清楚 他说因为我买了一本书 我说好吧 这样你知道吗 我跟你讲连一千块 我都要问得很清楚 对 因为有这些比划 有这些比划的人做事情 自己就是清清楚楚的 自己会记账啊 自己做什么事情 比如说我要出去玩 我也会自己去搜寻资料 但很多人是不会这样子 很多人人生呢 你知道尤其是男人 男人最怕烦 就是说你只要跟他讲 你儿子又要干嘛了 好了好了拿去啦拿去啦 或者是你妈又怎样了 好了好了好了 他就怕烦 但这些人呢 如果说你跟我讲说 你妈怎么样 我会说好 那我带他去看医生 或者是小孩子怎么样 好我去看看 要补习要干嘛 要买房子买车子 我可以上网去找 但有一些人就怕烦 怕烦的人呢 就是很容易在他身上拿到钱 但是不怕烦的人 做事情清清楚楚的人 他就比较要在他身上 随便拿钱是不容易的 其实有时候 有一些女人 不太会掌管钱的时候 有时候男人来理财 也不是不好 那我们原则上 有对到这个的人呢 不管是男人女的呢 在理财概念都是非常强 所以因为他理财概念 所以你要跟他拿钱 会比较难 所以你一定要学会理财 在他身上就容易拿到钱 谢谢老师 来来来 接下来问一下文婉 这有一对夫妻啊 这个老公收入超好的 明明超有钱 但是呢 夫妻两人感情不睦 老公却迟迟因为 赡养费的关系 不肯签字离婚 对 其实这个女生 是我一个很好的闺蜜 非常好的朋友 然后她呢 非常能感 她是属于科技业界的 算是新贵一个女生 那时候呢 就是也因为工作的关系 认识她的先生 那当时呢 其实我们呢 一些姐妹 她在跟她聊天的时候呢 然后就当然会聊到两性啊 聊到怎么跟男朋友相处啊 那时候我们就觉得说 这个女生 想法蛮健康的 怎么健康法 因为刚好提到啊 女生怎么会跟男生要包啊 要什么啊 什么之类的 可是你知道啊 她从跟她男朋友交往 都是AA制 因为他们就讲好了 就是说反正呢 各式各样 反正我负我的 你负你的 然后呢 我们都不要互相的这个 基欠对方什么人情都不要 也不要有财务上的纠纷 很妙耶 就是谈感情啊 然后如交四季 不要有财富上面的纠纷 其实我们那时候听起来 也OK啦 不错啦 可是你知道吗 后来呢 两个人要结婚了 可是呢 男生那时候就很坚持 因为女生是在台北的 科技公司上班 她的男朋友 准老公啦 是在新竹 我们知道现在最有钱的 其实整个整理出来的 所有的那个财务名系 最有钱是在新竹耶 所以她老公 其实不但在新竹上班 夫家也在新竹 就是父母也在新竹 他们的房地产都在新竹 这几年不得了 所以家里很有钱 好 可是那时候心里想 就是说 我嫁给你是因为爱你的人啊 大家都说 你要傻好傻哦 要拿点那个啊 聘金啊 或者什么之类的 或者是说 是不是结完婚之后 一起买个房子啊 会不会买房子 给你的名字啊 很熟悉耶 不是 你会觉得 嫁给你一个 你不能再挨挨挨挨 他说没有耶 就我们其实 就是从婚前交往 一直沿用到后面 结婚还是AA字 然后呢 他老公呢 看我们的爱有多纯洁 对啊 我就觉得 好吧 那我们无法去 可是你知道 我们这种过来人 这种纯洁的爱你们不懂 你都不知道 五十岁的老大姐都 当然要提醒她说 没有啦 什么还是钱比较实际 可是她就说 没有没有没有 人家正在谈恋爱的人 最怕离婚的女人 你知道 感情会褪色 新台币比较重要 对不对 当然要这样提醒她 可是 可是你知道吗 她就说没关系 然后后来 老公是不是都在新竹 可是她在台北 然后你知道 老公就跟她讲说 我跟你说 我劝你 因为你在台北 虽然你嫁给我 可是你在外面的房租 什么各方面 我不会帮你付 所以我帮你算了一下 对你比较好的一个状况是 你可能就回来新竹 来住就通勤 那我们也不用分隔两地 然后她就想 那时候她就很挣扎 听起来好像也对 因为我们新婚 分隔两地 好 她就乖乖地回来 可是问题回来 他才发现 你根本就不是因为 我是因为 不想跟你分隔两地 你是为了 我来帮你 分担你的水电 分担你的瓦斯 分担你的所有的东西 包括什么 包括管理费等等 知道吗 什么叫做分母 你把我拉来当你的分母 你把她家里面 所有的费用你都要付 她觉得 怎么会这样好 她已经够心寒了 那当然就是公婆也在 公婆也在 那她最傻眼的是 有时候 瓦斯鲁会不会坏掉 还是她想添购一个什么 暖气机 或者是要泡脚什么 还要跟老公报备 她一个 时代女性 她要去赚钱的人 她自己是经济独立 要跟老公报备 要跟公婆报备 而且重点是 她买不是叫她买 还是AA制 她就后来越想越气 为什么我跟你AA制 我连要买个东西 还要跟你们报备 然后让她觉得 其实后来是 让她最不平衡的点是 其实连同他们那边夫家的 比方说堂哥结婚 然后哪一个什么金包 过世了 白包 她全部都要分担一半 她就函费了她老公 她老公居然讲说 没有 你们 你刚刚讲了 你们娘家你嫁给我 你们娘家是你们娘家 而且当初你结婚的时候 你妈妈有吃我们的饼 你有吃我的大饼 就是当初你们有叫我们买饼 然后再来你妈妈有拿一个大聘走 她说天哪 大聘也才十二万 因为大聘十二万 你跟我计较这么多 结果老实讲她这样算一算 她觉得你们跟我斤斤计较 那事实上其实吃亏的是我 结果孩子生了 她讲说至少跟你信吧 你们应该阿公阿嬷叫得这么甜 每天逗孩子 应该阿公阿嬷会比较大方 没有 尿布还是AA制 奶粉还是AA制 然后是不是出去 她阿公阿嬷是没有帮忙带小孩的 你要自己找保姆 保姆费AA制 直到有一天 她在整理家里面的时候 她在你知道我常讲 有一个东西很恐怖 那叫做发票 她明显地看到她老公居然去开房间 而且那一次开房费 都好几千 然后甚至上万的都有 那她很明显 她知道她老公出轨 她对外面的人很大方 甚至买包 各方面你会不会气炸 你要是她会不会气炸 后来她决定她不要这个婚姻 然后当然就开始谈离婚 你知道最恐怖的是什么 到现在还在纠缠 缠不了字 缠多久了 已经缠一年多了 快两年了 原因在哪边 因为她跟她讲说 因为孩子 你带 她说孩子就跟你 因为还小 那你来带 可是问题是 我不跟你AA制 她还在想 她想着说 你应该要付 带孩子所有的事情 结果她不是 她还出口说 我不要跟你AA制 然后我不会付任何一毛钱 就卡在这个地方 所以你说 这么有钱有什么用 所以她说 我现在不管如何 你至少现在还一半一半 我如果一千 我如果真 就是妥协了 半毛都没有 有这种男人 我现在还能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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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还能复杂